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极限技术地平线3的温时PC配置要求公布 推荐配置需要IC加GTS970加12G内存 这个要求算是比较高的了 不知道最低配置会不会接地气一点呢 官网也公布了游戏语言的支持 地平线3支持反减双中文 但是不支持中文语音也算是一大遗憾了 另外 官方中的人气作假游珠浩 也将加入到地平线3中 玩过石棍两核机和官方5的玩家将免费获得 其他玩家需要在游戏内解锁 相比起Xbox那边的极限技术地平线3蓄势待发 通过A平台最强赛设游戏 XS这边的GTSport却宣布延期到2017年 有熟悉山内一点性格的小伙伴 默默的叹为口气 表示估计明年也很难玩到了 当然 这只是一句玩笑话 具体发售之间还需等到官方的公布 其他的快点说 腾讯TTPBOX游戏主机正式发布 最低售价3799元起 配置嘛 大家自己看吧 国铲宇宙杀货游戏换今天开放demo下载 而且游戏的VR试玩同样开放 正式版VR游戏售价49元 鉴于很多玩家听都没听过这个游戏 小编特意准备了官方的宣传视频 啊 抱歉 放错了 刚才是游戏准备拍电影的样片 这个才是游戏的画面 像电影像币《格好丝》 第一个字幕 bye 六个字幕 一哈 一哈 有一哈 一哈 二哈 一哈 一哈 亨 第二哈